2分钟它就会干净 2分钟就够了吗 对也不用刷 命运的钟声已经响起了 2分钟刚刚好 好我先来把它按掉 那我们就用抹布呢 这样子把刚才的那个 噴的地方 溶解了2分钟了 对然后擦起来 我今天带来了我的武器就是英国街 很少油污这一瓶很厉害 巨方厨房的油污啊 或者是甚至你当时的重金的那个油污啊 车子啊什么油污 都可以用这一瓶很少油污 反正只要是油就可以上油就可以 噴完两分钟它就会干净 两分钟就够了吗 对也不用双洗 还有一个重点 我看这个Lucy为什么没有戴手套啊 不会伤手 我常常在洗我们家的臭油烟机 所以它根本就不伤手 通常都会有那种腐蚀 腐蚀会咬手 但是我觉得英国街 这个是因为来自英国嘛 所以它实际是很安全 那有一些妈妈就是说 抽油烟机里头怎么噴 怎么刷 事实上你可以开最强的送风 然后送的时候同时喷 这个方法是我用过最好 这样子喷 它就重新吸出去 所以其实不太会留下来 留下来东西很有限 那这时候你就清了管道 管道会有很多 顺便把它洗走 然后还有这附近的 的脏的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在喷的头时有没有 哇就已经 那时就干净 就已经有溶解下来 还有这个油 这个油槽 我们就拿下来 油槽 极油槽 阿嬷的极油槽 很聪明 他就用个塑胶袋 但是塑胶袋呢 其实还不如经常清 这个我们也可以 反正有油的地方 有油的时候喷 喷下去就对了 喷下去 然后这样喷下去 它等一下呢 会迅速把这些油溶解掉 所以这些 有那么多油的 我们的喷完 等一下你会发现 这个外面也可以喷 那我们的两分钟等它一下 刚刚Lucy呢 一直跟我们提到说两分钟 那我们到底 有没有这么厉害呢 其实我们就实际来计时一下 来来来 现在这个手机很方便 可以按了 已经喷了嘛 对我们按下去 两分钟 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计时 那待会呢 两分钟到 我们一插就知道 到底有没有了 命运的钟声已经响起了 两分钟刚刚好 好好好 我先来把它按掉 那我们就用抹布呢 这样子把刚才的那个 噴的地方 溶解了两分钟 对然后插起来 如果说真的是 没办法溶解的 我们就稍微用菜瓜布去刷它一下 菜瓜布因为它有的油是叼叼的 对 那就是稍微刷一下 但是也不用太用力没关系 但是其实里面还有个大魔王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它的极油草 就冲冲水 所以你刚刚也没有什么很认真的去刷它 没有没有 对就是现在直接冲水而已 对对对冲水就好了 然后把它冲一冲 来挤油杯 哇 阿嬷又可以重新挤一杯 又重新可以挤一杯了 我们这些可以用一个活氧的万用去构粉 它是很安全的 因为它是用在茶杯茶具或者石具上面 所以英国对于这个认证是很严谨 就是说你可以用在石具上面的清洁器 跟非石具的是不一样 同一个茶杯我很喜欢 可是喝不同饮料会互相干扰 对会干扰 而且会串胃嘛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倒一些粉进去 直接倒下去就可以了 直接倒下去 就这样子啊 对就这么一样 很简单耶 不需要再去给它做其他处理 不用不用不用 就这样用热水给它放走 对 它因为活氧的作用 所以它会看起来好像在滚一样 那是氧气的关系 这个很疗愈耶 很疗愈齁 你看它可以跑 然后它有一些脏的东西 它就开始跑出来 我们现在检视一下 刚刚其实只有泡水而已 只有泡水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做 我们冲一下水 冲一下冲一下 那其实它只要冲冲水就好 也不用再去刷它 这样就干净了 就干净了 刚刚这个湖嘴啊 其实是蛮脏的 对 刚刚那个湖嘴是咖啡色的嘛 是 因为它倒出来的地方嘛 是 因为它倒出来的地方嘛 对 你看全部都亮了